在德国什么最贵呢人工昂贵的人工迫使他们大量的机械化 你看小姐姐是这么下地干活的 车子好不好看看座椅都是防震的 一边收割一边装载 这画面是不是很酷 我就问一下小姐姐要是这样开直播 你们捧场吗 为什么说德国重工呢 看看这些矿山设备大挖机 一产子下去能挖二十几吨 你敢信吗 二战后他们把军工厂改成了工业农业应用 所以发展比较迅速 吃肥的画面是这样的 大罐子后面集成了很多管道喷头 这么大车居然能在农作物地里穿梭 将肥料直接摄入根部 最后收工 自动收缩起来 看着是不是有点像变形金刚 二扫机是这样的 居然配备了500马力的发动机 三个大颗台 同时操作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 地里干活的都是这些小机器人了 有人又要说了 机器把活干了 人干嘛呢 人需要做的就是在家点点APP 然后找几个哥们一起掳串子 喝啤酒吹牛逼全世界都一样 通过远程看看机器人是怎么干活的 你要是闲得慌的话 也可以帮大家打打下手 只要德国人出巢 绝对是有强暴症的 不只是路边的 连河边甚至河道旁的都要清理 我们来看看是怎么用机器操作的 路边最常见的是这样的出巢机 和T恤刀一样 还能够绕着棍子转圈圈 机器不只是要干活 还得尽量反活 干得干净漂亮 隔边的槽是这样捞起来的 挖机前面弄了个大金扒 捞出来的槽放在传送带上 然后机器把这些槽一起吃进去 最后就这么下了一个炒蛋 这蛋也是可以吃的 只不过是拿去给牛羊吃而已 继续看一看 德国人是怎么用机器干活的 这是辆自动铺设管道线路的机器 一把堵动的割刀将地面切开 随后管道和线路自动穿入泥土里面 后面再跟这个配有履带的小挖机 踩一踩压实 这么几十个W的工程 就被这两人半天搞没了 路边除灌墨是这样的 拖拉机后面挂这个机器 通过夜压马达来带动一个大型磨牙棒 甭管是槽还是灌墨 彤彤都不放过 直接给磨得稀巴碎 这画面是不是很绿很暴力 扫地的机器是这样的 通过一个手臂来回伸缩 这样别说拐落里面可以清理了 还能够竖起来给TT牙缝 说好了扫地居然把除草的活也给干了 仔细看了下 出来混只有两把刷子已经不够了 你们看是不是 这款机器就是模仿鲁之身造的 我们来看看它是怎么拔束的 只不过它不是直接用手 而是弄了两个勺子来挖 就和我们挖冰淇淋一样 先把两个勺子闭合起来 操作是通过一个遥控器来完成的 控制呢是通过几根大油缸来实现的 然后再把勺子慢慢的挖入泥土里面 全是了液压的力量 大力总是出点奇迹 先别着急 这根树有点大 弄根绳子绑一下 免得到时候翻掉了 树在移植的时候 根部太少 很难成活 这个大勺子的直径有一米多 挖下去后 整个泥土一起运轴 最后的成活率还是相当的可观的 然后把树放到之前挖好的坑里 就这样树从农村到了城市 拥有了一个城市户 如果说懒人推动了这个社会的前进 那太边际了 但是机械化的发展真是让人变得越来越难闪 现在年轻人总是懒得下地干活 那没有关系 你看这个色拉菜 可以弄个机器来收割 然后再自动传输到车上来分检 把地理的活变成了车上的活 把八个小时的活变成了四个小时的活 你觉得怎么样 如果你觉得还不爽 就只想躺着趴着的话 那也没有关系 机会来了 只要你肯动手 摘黄瓜的活 可以满足你 把黄瓜摘了放在传送带上 后面的事情就交给机器来处理了 朋友们再坚持坚持 想了这么多年 躺着赚钱的梦想 马上就可以实现了 经不经习 意不意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